这是投资400多亿,立志成为全球规模最大,实力最强的恒大汽车厂区,如今造成五年,亏损900多亿。 要日夜奋战,奴隶拼搏,大干三个月。 都飞了,售楼中心,这边关注了,咱们从后面绕进去看一下,这么大的产业,那楼房都盖好了,真的,都随时。 都失能入住了,出车洞,黄飞了,你是哪里人? 从有限的那里,那你,你找政府,政府没有给你整地宝呀啥的? 没人管,没人管,你找政府呀,政府不给你整点地宝啥的,给你安安安,那啥,你住在什么东西啊? 这地方发现个老人啊,这就在,他说他就在,就在跟前了,就捡,捡这。 这满地的合同啊。 哎,这小孩跟他玩的? 对,那个,游乐曲哈? 是,头上井盖被吊了啊,井盖都被歪了啊,跟我哥不说,我觉得是容易吊了一样,这后边啊,夕阳夕下配合上这个衰败的景象啊,这是儿童梦幻城啊,这一片地方是一个儿童主题的乐园,现在最后发现是没有交付的毛皮房,这是一个真正的童话世界。 越来越好也,越来越好。 越来越好奇了。